我覺得如果說可以把收納 跟整體的音信包含光大的話 全台灣應該會有兩個族群很開心 一個是爸媽 一個是男友 我女兒的房間終於不亂了 哈囉 各位下午茶新聞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王美王思佳 太開心了 終於 不是啦 就是其實我很開心去主持完美研究室 然後我去了幾次之後 剛好都是有一些包包啊 或者是去看一些名人家的開箱 完美研究室 其實我們也做過幾個高峰的企劃 譬如說牆牆家的收納跟整理 還有我家開箱 對不對 就是我化妝街的開箱 其實就是有很多合作是因為 第一個合作衍生出來的新的企劃 譬如說是先來家裡面開箱完了之後 發現我是個強迫症 然後才去整理跟那個重新打造牆牆的家 應該講說我自己有切身子痛 因為我以前也是房間非常亂斷的人 出玉米而不染 你知道什麼是嗎 奇怪 我們很厲害喔 越亂我們越找得到 真的 你反而弄得很整齊 我們會覺得有一些東西它不見了 對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種安全感 因為小時候你不知道自己適合什麼東西 所以你喜歡把所有的那裡放在自己很近 整理太乾淨的時候看到一個孔洞 你會覺得心裡有一點空虛 可是你長大了之後你慢慢會去無存經 所以你會慢慢知道說什麼事情它該怎麼樣 它都是這種經驗 所以我覺得身為姊姊阿姨的我 把這種東西分享給年輕的妹妹們 並沒有不好 我覺得如果說可以把收納跟整體這些事情 包含光大的話 全台灣應該會有兩個族群很開心 一個是爸媽 一個是男友 我女兒的房間終於不亂了 如果你有這種就是 讓你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家人朋友的話 可以就是私信我們好不好 搞不好還可以爭取一個前三名 我們去現場實際突擊一下 我這次會戴手套 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本來就不可能會有很多人喜歡你 如果說我是某些人活下來的動力 我真的是覺得 他就是我的鐵粉 因為身邊最近有這種人 蠻多的 每次頻道底下都會有兩個固定會出現 我都記得他們 請頻道千萬不要拉黑他們 他們要一直看到我 因為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就說 怎麼又是你 然後我就在底下回說 always me 我怎麼會講完美人就是 第一次動用演藝圈的二勢力啊 把該叫的都叫來啊 板娘等級的啦 很會賺錢的那種 我們去看看他的財位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講說 小孩會喜歡媽媽用的東西 我覺得不意外 但是他懂不懂 小奶奶就發現自己的定義 其實我覺得很難 對 因為我小時候也就是會看我媽媽 喜歡用什麼 會跟她一起 因為我小時候看我媽媽用小奶奶 其實我也常不懂 但我只覺得這個寶寶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我女兒可以用一些小孩子 可以用的東西 繽紛的色彩 對 那如果說真的要背 或者是什麼可能是一些生日 或特殊的節日 但不可能每一天啦 無時無刻 媽媽心也是會痛啊 畢竟大筆放在上面 哈哈哈哈 或者什麼原子筆啊 什麼之類的 大家好 我是完美王思佳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精彩的完美研究室 由我借手之後 保證讓大家驚喜連連 每一集推陳出新 而且還有非常多的好禮要富饋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主持的這個完美研究室喔 掰掰